这个男人曾是一代神偷 只要被他盯上的车 撬锁断线点火开跑 整个过程不出60秒 他江湖人称急速凯奇 6年前他在洛杉矶犯下一桩大案 但自从那次以后 他整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仅警局摸不着头脑 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可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他忽然神秘归来 而他表示他要在一晚上偷50辆车 时间回到3天前 那时凯奇叔正在加州中部 叫小孩开卡丁车 原来多年前凯奇叔的消失 只是隐退江湖而已 因为不想给年幼的弟弟树立坏榜样 凯奇叔选择金盆洗手 可不料小弟最终还是找到他 对方解释凯奇弟由于太崇拜老哥 最终还是走上了偷车道路 他撕接了一个黑帮的活 由于没有完成 现在正要被杀人灭口 凯奇叔一听急了 立马赶回洛杉矶 发现黑帮想用压车机把弟弟送上天 凯奇叔拔枪威胁 黑帮大佬却神色淡定 他表示如果凯奇叔想救老弟 就必须完成老弟未完成的交易 那就是在三天内偷掉50辆车 凯奇叔无奈同意 他只好寻找当年的老伙计组队 但一番搜寻下来 他心力交瘁 原来当年的伙伴不是凉了 就是去蹲大牢 仅剩的几个也过上了守法公民的生活 凯奇叔于心不忍打算单干 但这时老伙计们看到以前的老大归来 纷纷愿意拔刀相助 弟弟也自告奋勇 带着自己的团队要出力 凯奇叔本来不想同意 因为他的初衷就是希望弟弟当个好人 但在这火霜眉毛的接骨眼上 他似乎没得选择 最终还是让弟弟入了火 这会儿偷车团队要在48小时内 偷掉50辆车 在计划之时 老司机凯奇叔表示 如果不想被警方发现 他们就必须把行动集中到最后一晚 为了确保成功 他们将准备工作做到天衣无缝 他们黑进保险公司数据库 根据黑帮的要求 找到50辆车的车型 确定地址后 他们前往现场踩点 停在停车场的 他们直接拍照 放在汽车公司展览的 凯奇叔就装成土豪 前往现场进行观察 一番操作后 万事已经具备 可就在这时 弟弟的一个手下手痒 偷了辆车玩 凯奇叔很生气 你难道不怕警方查到吗 更吓人的是 这玩意儿竟然还是毒贩的车 偏偏这时 警察正好上门探查 他们担心凯奇叔要重出江湖 便来他这里喝喝茶 伙伴发现地上还有残留的白粉 连忙连哄带骗 把警察送进车里试试车 一阵马力之后 白粉全都被吹跑了 警察让人去查了下车牌 好在因为是毒贩的车 没有人报失窃 警察没有发现端倪便离开了 凯奇叔松了一口气 但他不知道的是 警察在刚刚闲聊时 早已瞄进了凯奇叔 行动当晚的警察频道笔记 他们意识到凯奇叔当晚会动手 便开始派人暗中盯梢 行动开始了 为了安全起见 凯奇叔等人先从常见的车型下手 一开始情况十分顺利 他们分头行动 偷到一辆就赶紧送进黑帮码头 半个夜晚过去后 订单量已经完成一大半 可就在最后几辆时 凯奇叔发现情况不对 因为根据之前踩点的照片 被盗目标旁边的车辆发生了位置偏移 他意识到有警察盯梢 立马下令终止行动 果然警察此时在旁边的面包车里进行观察 因为最后这几辆属于稀有车型 警察专门等在这抓捕凯奇叔 但现在凯奇叔忽然停止 警察陷入了懵逼中 凯奇叔回到基地跟同伴们商讨 因为这几辆车太过稀有 全市唯一的替代品 就只有之前被警局扣押的脏物 于是在最后几个小时内 他们做出一个大胆计划 打算去警局偷车 这伙毛贼已经被逼入绝境 为了凑够给黑帮的车数 他们把目标对准警局 首先一个伙伴装成神经质 到保安室吸引注意力 趁此时机 其余伙伴闯进警局车库 三下午除二 解除了脏物的车所 驾车逃离 被屋主逮了个正着 他们驾车逃离 但警察已经赶来 路上有伙伴中了一枪 弟弟赶紧带他去找私人医生 此时距离交货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但车数还差最后一辆 凯奇叔豁出去了 他来到最后一辆号车前 直接强行开跑了对方的车 这一下他被之前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双方在马路上展开飙车大战 一路上凯奇叔左右腾挪 疯狂利用大型车辆当路障 拦下各种警车 他急速飘移 逆行倒车 甚至在平地上跟直升机展开追逐 最后他一个一氧化弹冲刺 直接甩开了直升机 成功冲上通往马头的大桥 但这时前方正好有一则交通事故 凯奇叔被拦死了 看着后方渐渐逼近的警车 凯奇叔一咬牙 他猛一个冲刺 直接用前方救援车的踏板飞了过去 最后他重重落地 他惊呼一声 赶紧来到了马头 但此时距离交货时间已经过了12分钟 而且因为车辆有轻微损伤 黑帮大佬并不想接货 凯奇叔请求他放过老弟 黑帮大佬一拳就把他打趴 表示让凯奇叔带地去死 千军一发之际 伙伴们赶来了 他们干趴大佬手下 凯奇叔冲进大佬办公室 逮住大佬就是一顿暴揍 大佬掏出枪还击 凯奇叔疯狂躲避 两人在工厂里玩起躲猫猫 这时紧随其后的警察也赶来了 他撞上了大佬 并不慎被击中一枪 就在两人对峙时 凯奇叔猛地冲来 直接把大佬撞下平台 大佬凉了 警察有点尴尬 一方面他逮住了凯奇叔 一方面凯奇叔也救了他一命 他也明白凯奇叔这样做 是为了自己弟弟 于是他选择放过凯奇叔 而凯奇叔也很会做人 把之前给大佬的脏物还给了警察 事后凯奇叔回到街地 跟伙伴们吃烧烤 经过这件事后 凯奇叔向弟弟道歉 他说自己六年前不辞而别 本是为了不让弟弟走上歪路 但没想到正是因为缺少哥哥的陪伴 他反而让弟弟重蹈覆辙 他承认家人最重要的是待在一起 弟弟很感动 用自己的钱为凯奇叔买了台他喜欢的汽车 兄弟俩拥抱在一起 毕竟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急速60秒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